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 是非成败间感叹英许 请听汉朝那些事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 即生杀大权于一身 可是他并没有沾沾自喜 他知道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道理 六个国家刚刚被自己的铁骑征服 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有人敢造反 但是北边的匈奴 却是他的一块心病 面对匈奴的不断骚扰 秦始皇发怒了 当时他以皇帝的身份 下了一份对匈奴的宣战诏书 那诏书的内容非常简单 除了奉天成命 以皇帝赵约几个必须的字之外 就只有一个字 大大的沙字 就这么一个沙字 接赵书的猛田自然不敢怠慢 一声令下 数十万大军 向那片广袤而神奇的草原 进发了 明将就是明将 蒙田带领的大军一路是所向披靡 危不可挡 没几个月 就把匈奴赶到遥远的北方去了 匈奴人是跑了 但秦始皇的脸上却并没有笑容 因为他在考虑一个问题 匈奴只是未必我军锋芒而逃走了 那等我的大军撤退之后 他们还会来的 由此可见 那些看似粗鲁野蛮的匈奴人 也不是傻子 居然这么早就发明了游击战术 怎么做才能更有效地 防止匈奴的骚扰呢 明思苦想了好多天的秦始皇 突然间有一天他眼前一亮 一个大胆的想法是由人而生 从陋西的林桃到辽东 把原本的秦赵燕的北边长城连起来 做一条人工屏障 彻底把匈奴关在国界之外 多么伟大的想法呀 但从这里 我们就能够看出秦始皇 为什么能夺得天下了 他这个人 太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了 而这个世上 只有敢于拼搏 敢于创新的人 才会取得最大的成功 秦始皇的设想的确是不错的 他甚至为自己的子孙后代 都做好了守江山的打算 那真可谓是高瞻原主 有了这样一条万里长城的存在 那些匈奴只能是望成兴探了 只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秦始皇当时忽略了一个最为关键的条件 那就是在当时科学技术超级落后的时代 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工具 要修建这样一项局势文明的大工程 得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修建万里长城 一共死了多少人 现在我们已经没法统计了 但有历史学家说 万里长城是人们用尸骨堆积而成的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念长城之忧忧 苦冤魂而泪下 至今还流传的 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 那是何等的凄凉 令人饥不可闻 但在那个时候 像孟江女丈夫这样 为修长城而泪死 困死 饿死的 那是数不生数 孟江女把长城哭倒的那一幕 已经定格成永恒了 历史已经被添上了浓墨色彩的一笔 这一笔是血迹斑斑 触目惊心 秦始皇在无形当中创造了一个神话呀 万里长城 现在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只是秦始皇如果知道他在创造这个神话的时候 已经破坏了自己在百姓心目中神的形象 他一定会后悔的 毕竟神话和江山相比较 哪个重要 不言而喻呀 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王朝 对于一个人心还不是很稳定的王朝 秦始皇如此劳民伤财 万里长城虽然成了北方的一道屏障 但在修建的过程当中 却伤到了大秦王朝的根基 根基一旦动摇 即使万丈高楼也会有倒塌的一天呢 只是这一天到来的有早有晚而已 万里长城修好了 总不能让这些常年劳动的民工下岗失业吧 首先解决的 是最基层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和就业的问题 失业和没有就业的 创造条件 创造机会 也得安排就业 秦始皇真是体察民情 他大手一挥 毫不含糊地说了 同志们 你们没事做了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来 帮我建房子 这话说得很客气 但谁都知道这是命令 谁敢不从 谁就得掉脑袋 请注意 当时我们的第一个皇帝 秦始皇 并不是没地方住了 他才强烈要求广大劳动人民修建厄旁宫 相反 他的房子很多 多了去了 但是他还嫌少 除了咸阳皇宫的房子 其他的根本就不够级别 因为他的女人太多了 后宫家里三千 如果每个人都安排一间房的话 皇宫里的房子虽然多 但终究是不够用的 如果再招几千家里进宫来呢 岂不是要为了征房子打破头吗 后宫家里三千 后边的皇帝几乎都没有 但是秦始皇是一定有的 当时秦始皇觉得皇宫装修得太寒酸了 跟他九五之尊的高贵身份 那简直就是不般配 厄旁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工了的 如果说建造万里长城 秦始皇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对啊 为了抵御匈奴的入侵呢 或多或少的 还对国家有点实用的价值 那么修建厄旁宫 就纯粹是为了他自己的享乐了 自打修好万里长城之后 秦始皇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他的眼里 没有办不成的事 打江山如此 守江山也是如此 现在国家统一了 对自己有威胁的邻居匈奴 又被自己建的一道墙 永远地挡在了关外 没有内忧也没有外患 一切都平静下来了 秦始皇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该享受了 人生得意须尽欢 末时金尊空对月 鹅旁宫的建造究竟是有多豪华 气势究竟得有多大 我们都没能够亲眼所见 只能靠古书典谱当中的记载来猜想 后来项羽入驻咸阳城的时候 一把火烧了这座令人深恶痛绝的宫殿 那一把大火是燃烧了整整三个月 就可以想象得出了 这座皇家宫殿的规模 那是何其之大 如果说修建万里长城和鹅旁宫 是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 那么派人去海外寻求仙丹 那就纯属个人的私事了 是啊 秦始皇常年征战 当上皇帝以后 那更是日理万机呀 你想啊 建一座万里长城 建一个放火烧能烧三个月的鹅旁宫 这两大建筑 就能够让他绞尽闹汁了 虽然每一顿饭都是山珍海味 美味佳肴 但是他身体却并不大好 大有青春一去不复返的态势 秦始皇就有了一个想法了 什么想法 长生不老 永享人间的荣华富贵 为了这个长生不老 秦始皇就听信了徐福的谎言 徐福就是当时秦始皇手下的 他就相信徐福 于是就派徐福带了五百童男童女 到海上去寻找仙丹了 仙丹是没找到 徐福倒是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 直到现在 很多的历史学家仍然在研究和调查 徐福带着五百童男童女 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很重要了 我们只要知道徐福把秦始皇给忽悠了 那就足够了 秦始皇至高无上的权力 第一次受到人挑衅 那个郁闷呢 是郁闷至极 他咆哮着 该发威了 既然徐福这小子暂时找不到了 那么就得先委屈朝中的儒生了 可能有人会问了 寻找仙丹的事 跟朝中儒式有什么关系啊 答案是肯定的 真正出了这个寻找仙丹主意的人 其实是卢生 而徐福呢 只是卢生指使寻找仙丹的一颗棋子罢了 只是啊 徐福这颗棋子 一挣脱棋盘的束缚 就一去不回了 卢生一看风头不对啊 再这么下去 自己编的这个故事就得穿帮了 得了 赶紧是脚底下抹油 溜之大吉吧 卢生是逃得远远去了 可是跟卢生一同出生的儒生们 却没那么幸运了 在一个乌云遍布的日子 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被生生的给活埋了 朝中的儒生被活埋以后 秦始皇还不满足 他这时候已经产生这样一个想法 自己的江山要是想做稳定 最好啊 天底下一个儒生都没有 于是呢 他就下了一道诏书 诏书的大致内容是 朝中现在急需文采 欢迎各地的儒生入京来 一共国家之用 待遇优厚啊 于是乎 天下许多饱读诗书经文的书生 是蜂拥而入咸阳 没错呀 学成文武义 卖于帝王家呀 皇上需要 那读书人得赶紧来呀 短短的几天时间 就来了有将近一千名儒生 众儒生的屁股还没坐稳呢 秦始皇是大手一挥 高声喊着 奄奄夏日 各位千里迢迢而来 辛苦了 为此 朕特意给你们 安排了一次吃瓜比赛 吃瓜 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希望你们赛出水平 赛出风格 赛出我大秦国的气势 秦始皇给众儒生 安排的不是比试 而是一场吃西瓜比赛 这倒是闻所未闻 一些胸怀闻墨的书生 是愁眉苦脸 而更多烂鱼冲树的儒生 是安安窃喜 比赛地点 在离山一个叫马谷的地方 由于关系到前程问题 众儒生自然是谁也不甘落后 几乎同时到达那个狭小的山谷 山谷里边的确有很多的西瓜 只是众儒生还没来得及一宝口福呢 两边的山顶上 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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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滚石头了 那石头越滚越多 到最后就跟下雨似的 就跟天上往下掉冰雹一般 西瓜跟儒生的脑袋 顿时间就混为一体了 如果你认为是突然发生意外的山崩 或者是山体滑坡了 那就大错特错了 就这样 秦始皇用妙不可言的方法 坑杀了近千名儒生 当然 坑杀儒生的附带作用是 很多历史书籍颠谱 也被强行地销毁了 这就是震惊历史的焚书坑儒 修万里长城 建阿鹏宫 焚书坑儒 这几件大事这么一折腾 已经是民不聊生 怨生载道 据说当时有预言家说 王勤者胡也 表面的意思上 北方的胡当然是指北方大草原上的少数民族 这其中就包括匈奥 所以秦始皇当初 在派蒙田打败了匈奥之后 又不惜掏空国家的银库 修建了这座万里长城 就是为了阻止匈奥的胡来 可是呢 人算不如天算 如果后来秦始皇地下有知 知道这个胡 是指他儿子胡亥 他只怕会后悔莫及 自己最后一趟出巡的时候 为什么不早立长子 扶苏为太子呢 秦始皇一生放荡不羁 他每隔一段时间 都要到外边游山玩水一番 在咸阳市微服私访 那是经常的事 当然 这其中也有遭人暗算遇险的时候 但是他福大命大 很多次都游惊无险地化解了 然而 最后一次出巡 却就没这么好的命了 秦始皇一行从咸阳出发 先是到了云梦 由洪湖逛洞平湖 然后到九一山祭祀于顺 沿江东下 登会计祭祀大禹 到达乾塘江 沿东海北上 到达山东半岛海边的狼牙 当来到平原金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秦始皇病倒了 群臣是万分着急啊 秦始皇却认为这是小事一桩 强大精神 继续深入北国大地 设计水 堵落水 最后来到一个叫沙丘的地方 而这时候 秦始皇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作为一个皇帝 这次游山玩水居然超过了一年之久 风寒索染之下 秦始皇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就这样结束了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当然了 在告别这花花世界之前 他没有忘记行使自己最后的特权 他的最后一道圣旨是这么写的 将兵权交给蒙天 急速返回咸阳参加镇的葬礼 原话是 以兵赎蒙天 与丧会咸阳而葬 秦始皇在继承人的问题上 并没有直说 但明眼人都知道 这一道圣旨的意思 把兵权交给蒙天 就是把自己的皇位 传给太子扶苏的意思 应该说秦始皇的 这最后一道圣旨含蓄至极 但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道圣旨到最后 竟然会变成一张 什么都不是的白条 据说秦始皇一生当中 一共有十二个儿子 他平常偏爱最小的儿子胡亥 此番初旬呢 还把胡亥带在身边了 但是在后继人选上 他最终还是决定 传位给后道仁义的长子扶苏 从这一点来看 秦始皇并非到了 老眼昏花的地步 如果真让后道仁义的扶苏 继承了皇位 秦朝是不可能这么快 就走向灭亡的 可惜 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赵高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欣alar的桥 Chloe 秦朝的耳心